在前往中橫的途中 我们的目光实在无法离开 这一大片光秃秃的山头 九亿刚发生完了以后 那时候的这个所谓的中橫 事实上是由于人间炼狱 因为所有的道路全部都崩溃 余震又来了 突如其来的落石 还是让公务局硬生生 又折损了一部运输人员的乡行车 九亿的隔离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余震 叫0517 那忽然间一个石头就掉下来 同仁被杀中 当场就死亡 同仁全部都在公路段前面跟他致敬 说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这样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 悲壮的一个故事 九二一大地震重创中橫公路 当时多座隧道坍塌 134处路面受创 超过80%边颇毁损 24年过去仍有部分路段 尚未修复 无法通行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中恒公路的青山上线 这条路从九二一地震之后就一直中断至今 那现况如何呢 我们现在就跟着公路总局的工程人员实地探勘 持续前行 路面更加崎岖 前方一处巨大土石铺 阻断众人去路 目前是在中恒青山上线 接近德基端往前大概300米的一个崩塌点 那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上线经过了那么多年 其实它还是一直在崩 那其实早先这个地方我们曾经有清淤过 但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些石头 又硬又硬又亮的这些是比较新鲜的 那比较新鲜就是说它是最近才刚掉下来 世纪大震重创中恒 在大地留下一道道醒目伤疤 九二一大地震造成中恒公路6.3公里处受创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时隔24年 中恒公路的地址还是相当的不稳定 有部分的隧道还是几乎被碎石整个掩埋 6.3跟那个地方蛮特殊的 它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址构造 它到从以前到现在它从来没有停过 早期他们是送邮件 由德基下来的 由谷官上去的会在这边会合打个招呼 那有时候打个招呼说早安 哦哈哟 完了之后对方就被石头可能就打掉了 所以这个早安段来还是听前辈讲 有这样的一个异文 大量土石沿着陡峭山壁直冲而下 巨大撞击力连直冲隧道兼顾的钢筋水泥 也扭曲变形 101年开始抢通以后 也好几次被大石头打到砸到 让我们的钢支堡也毁掉 所以现在我们钢支堡大概每一到两年 就要把钢支堡坏掉的地方重新修复换掉 居民期盼续建中衡为当地产业带来一线生机 但中衡全面开放究竟可不可行 交通部表示目前已将三大续建方案送交国发会审议 方案一采台八线零三十七线双向通行方案 预计新建七座桥梁八座隧道 供期较短总经费约193亿元 方案二为中横上下线配对通行 需新建十座桥梁十一座隧道工程经费202亿元 方案三采取长隧道双向通行方案 避开边坡新建三座桥梁十一座隧道 减少道路摊防风险 但工程经费几乎加倍高达408亿元 尽管交通部预估2025年中衡地貌将进入安定期 但台大地质系退休教授陈文山仍提出警告 整个中衡公路到整个山顶上 这将用几百公尺上千公尺三坡是不稳定的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去整治它 这条道路真的很重要 我们虽然讲灾害灾害 百年难得一见的地震 那请问我们下一个百年是哪一年 我们还要这等吗 中衡公路尘是台湾工程记的骄傲 如今却被遗忘在山林间 沦为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面对大自然 人类必须全会谦卑 走过天灾才能迎向回光 华市新闻成员 佐久宏宾专题报导 古老秀宾 佐久宾仲宇宙 美术宇宙 宇宙 昨日 吉他